台中一宗合唱團帶來校慶當天所要演出的歌曲 不只這樣,一宗校園內包含管弦樂隊、其他社和口琴社等社團 都會在5月1號當天帶來精湛的演出與校同慶 他這次校歌的編曲方式是以比較莊嚴的模式 就是比我們平常在上的校歌還要再慢一點 然後當天5月1號也是我們社團指導老師的生日 就是吳長熙老師的生日,我們也在祝賀他跟台中一宗一起過這個生日 那很感謝學校能夠讓我們有機會在百中年校慶的音樂會上演出 就是像剛剛我們合唱團會與管弦社演出剛剛你們聽到的 就是三首日志時期和光復初期還有現代的校歌 校方指出台中一宗建國百年能有這樣的成績 都歸功於傑出校友的努力和支持 尤其這次在校友的協助下 校使館、文石花園和雕塑等都一一修復整心 當天會來同步揭牌啟用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這個校使館由我們鄭成華這個傑出校友他所捐贈 那麼是經過台中市政府所批准的歷史建築 那麼同時我們也這個由鄭董事長所捐贈的榮光華園 那麼也就是為我們生物科來這個培育這些實驗所需要的活體的這個材料 校方表示校慶活動當天傑出校友和歷任的校長及家長會長都會到場觀禮祝賀 希望一宗畢業的民眾能夠一同回娘家來共襄盛舉 記者立即安的鐘彩當